全台有机耕种面积最大的花莲 今年8月份举办媒合会之后 花莲省政府和知名超市扩大合作 集结花莲26间的农场业者 将有机蔬果和顶级的群区产品 在中秋档期集结上架 10号下午在台北举办记者会 宣布即日起开卖 也鼓励北部的消费者 可以购买花莲纯净无污染 美味又安心的亮点农产和办手里 为了鼓励更多民众支持花莲农特产品 花莲省府在今年的8月 透过媒合会与知名超市C10 Super扩大合作 集结花莲26间农产业者将有机蔬果 与顶级勤处产品在中秋档期 在全台期间710 Super超市集结上架 10号下午在板桥圆白举行记者会 宣布开卖网罗黄金比例的花莲文旦又 顶级无病原的莲珍豚香肠 有机蜜笋 有机虎龙果 有机米与薄皮辣椒等产品 希望让顾客到市场里面有一个非常好吃 吃午的一种安心 有高品的大品 跟新鲜的产品 我们除了新果商品以外 这几年以来我们也非常重视 接散 外加说企业的社会主任 所以我们除了从国外进国商品外 今天来的话 我们今天从检测会议里面的赛货 盘主化的商品 小龙的商品 希望能够对国内里面的 有一个方便吗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 非常艰难 非常純粹 非常健康 非常高级 所以大家会非常吃饭 那今天我们也是办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习惯以后 带给我们 我们还会减少对应该的交易者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在中心里面 能够不符合性或发展进去的方式 也感谢所有的消费者 我们的这个爱情 支持 当然更感谢我们同志 这个我们一起在这个 进行我们的一大提升 美好的特别的坦率 让花年优质的联会产品 尤其是顶级的特产品 精品 让我们全国的消费者都看到 所以欢迎大家 珍惜这一周 花年周的这个期间 把最好的地级食材再回家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大爱 我们希望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所以也请把花年最顶级的 这个我们的食材 我们希望给我们的家人 胜比他们最好的地级的健康 现场的正位厨房还提供 结合有机农产品制作而成的 有机当归排骨汤 永世精力汤等等的料理 提供民众品尝 也期盼鼓励北部消费者 购买花年纯净无污染 美味又安心的亮点农产 以及伴手礼 上清花年物产展 即日起到9月17号 为期8天 民众可以在全台七家 City Super选购花莲食材 或有机物产 满额还可以获得限量好礼 欢迎北部的民众前往 支持花莲农特产品 记者综合报道